他對那個 乾脆喔 因為 乾脆把它改一下 底線好了 這個比較安全 是要data好了 這樣子 你可能在想說是不是瓜糊或者是中文 好吧 把它改一下這樣好了 OK 換個名稱好了 換個名稱 再試一次喔 這個其他來源 那這邊一次有file 好 看選項裡面 直接按確定好了 裡面的話找一下低疊 一樣是找到這個檔 按確定看看 因為理論上 此資料夾 此資料來源中並未 可用的表格 正常應該是可以撈到 剛剛的部分喔 特別是這個按確定 多一個動作啦 就是說我們要去選那個這邊這個檔 OK 那這個檔應該沒問題啦 中文英文沒關係 最重要是選項這邊 這關鍵喔 有的時候 這個 這個要把它打勾 打勾它就跳出來了 差別在這裡啦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 OK好 插在這裡 好 那再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把它加進來 它裡面會顯示 這一個 其實它有點像是怎麼樣 把 這所謂的表格就是資料表 如果你是正規的資料庫 他不會需要做這件事 但是因為我們是把它當成系統的表格 所以進來會有這個 那展開來 它裡面有它的欄位 那我們可以把整個資料 整個工作表 拉過來 這個是我要查的 這個 這個是我要的啦 OK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做再下一步 直接就下一步喔 最後的話 你直接完成 恩 OK 那不過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你完成之後 它會問你說會到哪邊去 那基本上我習慣會選下面這一個 為什麼要選下面這一個 因為下面這個多一個動作 多一個就是你可以 去設計你所謂的SQL 你看這個工具裡面 它有一個SQL的操作 所以按完成 這個是直接丟進來 這個是直接 再多幫你把它放到這邊來 這個叫 Microsoft Query 它是一個 工具啦 讓你去產生什麼 SQL 所以這邊有沒有看到SQL 那我的習慣這樣 一樣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我要的 Select空一個 From 所有 From什麼 From問題05 特別注意喔 它比較怪一點是 它多什麼 多這個東西啦 或者應該講 它應該 我印象中是這樣 它應該多個中瓜糊 中瓜糊 或者是前後面再加一個 錢的符號 因為這邊它沒有出現中瓜糊 我試試看應該這樣OK 按確定 它可以幫我查出來 那你最後記得在檔案裡面 將資料傳回 Excel 把它放哪裡呢 也許我把它放到 假設我放這邊好了 OK按確定 放這邊好了 OK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把資料 匯進來了 那這個流程 一樣 你可以把它 錄製成聚集 錄完之後的結果 其實會跟那個 剛剛 SS的 非常的像 最後 一樣 是用 List object 那你只要怎麼樣 把那個 假設 你做完之後 你可以加上 註解 然後 再來 可以修改SEQL語言 再做成相對路徑 那你這個檔案的話 以後你就可以拿來當資料庫使用 就可以不用說用SS 也可以達到你要儲存 共用資料的目的 OK 關鍵在共用資料 當然 你 我們剛做這些事情 其實如果你是單機使用的話 基本上 都可以 一個人使用都沒問題 但是你多人使用的話 你就要考慮到你這個檔案 應該給每個人都可以 可以可以存取的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 動作做完之後 再試著利用那個開發人員裡面 錄製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